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港媒好会说,王一博影灵虽浅与影帝标系不逊色。 不得不说,港媒还是挺会夸的,由梁朝伟跟UNIQ王一博主演的吴明,于3月9日在香港上映,这次梁朝伟携导演成尔、制片人于东,以及英皇娱乐老总杨寿成及艺人亮相发布会。 港媒报道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,都知道这部作品在国内拿下了亮眼的成绩,更是票房高达了9个亿。 这次在香港上映档日,口碑不俗的同时,好评分高达了85分,这也是没有了所谓粉黑大战,比较公平客观的评价。 不过论会说,还是港媒会说,人家报道这部影片,直击重点,两大男神同台,魅力爆灯。 看看人家这个说辞,相比较我们内地,咱们还是逊色了,毕竟人家对于男神的定位还是非常到位的,对于香港的艺人,从来都是不吝啬的。 这次王一博的加入,更是在香港深受年轻人的追捧,特别多的香港年轻人都来支持,表达了对他的喜欢程度。 更加让人惊喜的是,在报道无名的文章中,我们发现港媒对于王一博的称呼,还是特别有意思的,那就是用了小鲜肉这个词,好久不见这个词的出现了,突然出现有点贴切跟暧昧的感觉。 其中呢,报道中这样描述王一博的,不但说王一博是小鲜肉,说王一博影灵虽浅,但是与影帝影后标系,一点都不逊色,并且说王一博演出了角色的魅力。 这好话说都被说了,真的有种直白又赏心悦目,挺直接干脆的,不愧是港媒,人家还是特别会抓重点。 与此同时呢,我们也发现了,首日排片虽然不是很多,但是上座率不低,并且好评如潮,评分也随着观影人数的增加,整体的评分也比较乐观,高达了8.5分,这个分数相当不错了,更我们的某半形成了很大的差距,可见黑子的参与下,着实低估了这不好的作品。 现在王一博主演忙着在拍摄《光明之路》,所以这次香港上映,他并没有太多时间过去宣传,这次的重任主要在梁先生,毕竟这是他的主场。 在采访中,梁先生讲述了和王一博拍摄打戏的过程,支言片语中,透露出来不少的细节,都看过花絮,他们拍摄的打戏很精彩,都知道整个过程拍了一周多,并且精确到了很多细节。 梁先生说,他和王一博拍摄的过程中,都挺克制的,都怕弄伤到彼此,还要有一定的效果,所以拍摄过程有过很多的沟通和排练,希望做到真实街头的打斗,不会有什么招式,但是大家都很拼。 王一博曾经在北京发布会现场说,自己这是什么命啊,可以跟梁先生拍戏,当时好多人都笑了,导演成尔也说,整个剧组中,Tony就像天使,他一道每个人都很开心。 突然我们想起来之前的话,王一博跟王传军是剧组的阿瓜跟阿呆,梁先生是天使,估计是阿瓜跟阿呆就是两个小随斑吧。 毕竟人家两个人,哪怕是不拍戏,或者没有自己的戏,都会在监视器后面看的那种,果然是一个有趣的剧组。 最后,预祝吴明在香港有个不错的票房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